记者沈佩聊台北报道,面对民进党倾向不礼让,支持自提人选,台北市长柯文哲佐表示,整个台湾社会已经被不到6%的深蓝或深绿绑架,还在思考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,不过独派批评6%不知道怎么算出来的。 柯文哲金早出席法古山活动后受访,媒体续追问柯6%的算法,柯锦说,台湾2300万人口,有党籍的,哪有几百分之? 他认为加起来一定不到100万人,多数台湾人都还是没有党籍,有媒体追问,民进党担心柯会结合其他力量,传出响礼让。 柯对此打马虎言反问你,只发问媒体,是民进党发言人吗?没有多做回应,被问及民进党倾向自提人选,柯是否已做好三强鼎力的心理准备? 柯文哲表示,究竟里啊,什么叫做有准备什么叫准备,他也在想,至于是否会寻求时代力量,社民党等支持? 柯德说,可以的话就寻求所有人支持。